欢迎收看股市将军 我们来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 今天台北股市大涨了快250点 我们来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长虹棒出现了 那长虹棒出现之前 我相信你是很悲观的 遮起来怎么看 遮起来看不懂 有没有 遮起来都看不懂 遮起来有没有 这悲观的 有没有 其实这一波行情 我都说选股不选市 那我也特别强调 看一个叫融券的鱼儿 那我说明了 这个指数它不会有大跌 不会有大跌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地方 为什么它也不会跌 我讲过很多次了 融券融券 看融券看融券看融券 那不是因为今天的大涨 不是因为今天中美贸易 有没有 停火协议 当然啦 你硬是要把它扯到跟中美关系 那我没有话讲 因为你们看的都是这种节目 各位看的都是这种形态的节目 我先强调一件事情 不是因为今天台北股市大涨 我们的会员朋友才会赚得到钱 在这种没有涨的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没有是赚钱的 而且是赚 你们每天在看我节目 我节目跟你分享了什么 同志朋友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们有没有印象 我非凡首播 初次见面我送你什么 原汁原味连动都没有动到它 连动都没有动到它 因为我那时候说 那开播 开播首天 那我就送你这个好了 送这个 我还写初次见面 因为我们的中华 我们中华已经播那么多年了 播这么多年 不会写初次见面嘛 那初次见面是针对 我们的非凡 非凡的首播 那当然 那我就是送各位一份礼物 有没有 送 那送的时候呢 我也跟你讲说 这边会来 我圈起来 我圈起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来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来 那这这这有没有来 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吗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请问这样遮起来会不会长 遮起来这样会不会长 同学 那遮起来 我给你看到是这一张 这个缺口 就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 就这个缺口 那还 遮起来 你觉得这样会长吗 你觉得这样子 你觉得这样会长吗 这个位置 这样会长吗 好 那你说你这个没有赚到 为什么 初次见面嘛 那可能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余老师到底准不准 那后来我跟你分享说 这个你们没有参与到 很可惜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美丽达没有参与到 但是我说请你来吧 我说我有图吧 同学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那你来来来来来来来做这辆新的被遗忘的电动自行车 而且图都给各位看过了 基本面也跟你分析过了 而且告诉你叫超级的低档区 你有没有印象 而且我当时我跟你讲整个一个过程 我说是因为我从宝瑞 我卖了 我就要准备买这个 那如果你打电话进来 你打电话进来 你打电话进来 可以跟我一起同步 同步买进这一档被遗忘的电动自行车 当时候给你看的是这一张字卡 为什么 因为当时候的日迟 日迟你都没有赚到 所以呢 我说你拨电话进来 我们一起来来参与这个过程 被遗忘的电动自行车还没涨 我问你会有几个percent 你有没有来 你没有来 为什么 因为你会怕 你会怕 你会怕 你会怕的过程就是30% 请你来 你没有来 但是你有来就是30% 不要怀疑 就是30% 30% 没有来 那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吗 我们来看一下答方 我们来看一下答方 老师 老师你的答方 今天又创新高了 老师你的答方又创新高了 那我哪里送你的 我是这里送你的 我是起帐的时候这一天 就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我是这个位置送给你的 我这个位置请你来 我请你来做一件事情 来做一件参与的事情 这样30% 那请问这样几% 再看一次 这样子30% 请问这样子是几% 这样子30% 请问这样子是几% 这样子是30% 这样子是几% 几% 超过30%吗 对不对 那后来我在节目上 明哲跟你讲 被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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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了什么 我说300块钱的国具 怎么这么奇怪啊 300块 这个位置 你不要怀疑啊 你不要怀疑啊 真的还假的 那请问这是什么 你有没有看过这张字卡 11月16 被动元件 11月16 被动元件开始要反攻了 同学 300 今天407 300 407 很多人都说这档股票 他什么 他没有办法买 对这个我认同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认同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买了起300多块的股票 但是我在节目上跟你讲了三档股票之后 后来又多追价一档股票 2456的奇力心 也就是说我在被动元件 我只有推荐了四档股票的被动元件 今天不啰嗦 通通上平板 你又看到我余老师的霸气了 因为我有预告我才有这种霸气 同学 你现在看的节目是百分之百 我是实际上带会员朋友操作之外 我是全程都有跟各位分享 来 今天不啰嗦 完全命中 涨停 老师你运气好 对那我运气好 信仓店 涨停 大意 涨停 其力心 后来追加的 也是涨停 我希望你们来做一件事情 我今天要看到各位的企图心 因为你正在收看的是什么节目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收视度 我的收视率很高 同学你们去打听看看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 我中华财经台的节目 我中华财经台播好久了 我中华财经台播了好久了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看 为什么 因为我都有预告 同学我都有预告 我有预告 那我讲的 我连送你的那你没有来 那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 我不知道讲什么 你不要看这样子 这样几万 这样13块是送给同学的 13块是送给你的 再看一下答方 答方 你不要看这个图 同学因为他叠太深了 你自己看嘛 这样几% 同学我是哪里送的 我是这些我是这一天送你的 我是这一天送你的 那国具呢 我每一档股票都在很奇怪的位置送你 都在你不要的位置送你 都在你不要的位置 好 这一些都是成年往事 没有关系 因为大家的记忆力很差 超级差 你看了你就忘了 没有关系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上个礼拜一送你什么股票 没有遮没有盖 同学 礼拜一耶 大家又忘记了 对 来 礼拜一 什么位置 这个位置 又是那种很奇怪的位置 什么奇怪的位置 没有人要的位置 没有人要的位置 你不要看这样子 又30%了 同学 这样是30%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五天 30% 同学 这段 你不要看 你不要看 30% 同学 30% 这个是上个礼拜一送的 连遮都没有遮 这叫送吧 连遮都没遮 不叫送 那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送 那我请问我 我礼拜四 因为你们都说你没有买到嘛 你都跟我讲你不喜欢啊 老师我不喜欢那种股票 老师这股票哦 我看别台的 别台跟我讲说快快快挂了 我看别台的说GG 老师 别台都说GG 别人都说他GG 你说会涨 奇怪 我看别台的都是跟我讲他GG 每个人都说他GG了 GG 所以你不敢买嘛 那我也不怪你嘛 那礼拜四咧 上礼拜四咧 上礼拜四咧 有没有请你不要杀 不要杀同学 上礼拜四有没有请你不要杀 GIS有没有叫你不要杀 礼拜四 请你来 礼拜五就有这种感觉 礼拜五就会有感觉 那今天感觉更强烈 因为我每次都是在那个没人要抵 没人没人没人都没有要理你啊 我都在没有要理你这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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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是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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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 15% 三天是算上这一天开始跟你讲 那我今天请你做一件事情 那你们没有赚到没有关系 重新来 因为我刚说过你现在正在收看的节目 收视率 我不敢讲第一名 我也不敢讲我第二名 我也不敢讲我第三名 但是前五名一定有我 为什么会有我 因为你看的节目是一个预告第一名 这我就敢讲了 全中华民国有预告的 节目上是预告的 你不要给我拿那个空白的 或者是文字稿 我都文字的什么都没有 或者是叉叉叉叉 有没有 来电啊 这一档送给各位叉叉叉叉 你画了一堆叉 你什么都没有 那哪叫预告啊 你不要笑死人了 预告是这个叫预告 这个叫预告 诶 诶 各位诶 诶 预告这叫预告 你听到有没有 预告就是说我 我这请你来 请你来买这个 被遗忘的 被遗忘 这有读 有图 有真相 还没长之前 请你来 那30% 请问是真的 还假的 你自己评论 你自己评判 但是重点是要有预告 要有预告 就如同我刚跟你讲的 诶 佐端再上来 你不得不佩服我吧 你不能说我臭屁吧 老师你好臭屁 就真的补了吗 这讲几次了 没补吗 没补吗 补了13块是送你的 13块你怎么没有来 来我今天 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因为我刚才跟你讲过 你看的节目 是一个什么 有预告 第一名的 而且不好意思 询问度第一名也是我 成交率第一名也是我 什么叫成交率 人家打来 没在考虑 为什么 看这个都贪钱 有什么好怀疑的 打来马上问一问 马上办一办手续 隔天一天 一天全部通通赚回来 再告诉你 你去问问看 去市场问问看 续约升级 我也是第一名的 凭什么第一名 没有赚钱 你会升级吗 你会续约吗 同学 我从十月份到现在 我节目上讲的所有的股票 通通赚钱 而且是百分之百 实际上的操作 我今天 想要请你做一件事情 你今天要拨电话 因为我上次有请你来做收视率的调查 那一天的节目是满线 但是你有拨电话进来的 我真的对得起各位 我真的对得起各位 你自己你自己算吗 你自己算这样几% 你你你你你你不能要求说老师 你怎么没有送我那涨一倍的 这样30% 那你这样几%吗 那你你你有来捧场的 你有来捧场的 我住我是对得起你同学 那你今天要来做一件事情 要来见证12月份 12月份 因为是手 我跟你讲 12月份为什么我这么兴奋 你知道吗 我已经讲过了 过去10年来的统计 请你听清楚 过去10年来的统计 12月份上涨的几率 我讲过了 高达百分之百 那你还不来 你还不来 为什么 为什么我也讲过了 因为那些基金经理人 前面的绩效 糟到爆炸了 糟到糟透了 他12月份再不拼 就是走路 所以我告诉你 你就算你不买 你不会买的啦 为什么你不会买 因为你受伤惨重 你当然不敢买 我讲被动元件 讲超过两个礼拜 你买了哪一档 我的被动元件 国具你敢买 你说老师我买不起 那最起码 信仓店你买得起吧 五字头的信仓店 五字头的大意 你买得起 你不要跟我讲 你都买不起吧 你都买不起 那你看我节目 那我也没办法 那你今天只要做好一件事情 你听清楚 你今天做好一件事情 我明天一样 我明天一样 要带你进场买一档 一档 一档 哪一档 打电话进来 明天你就会有那种感觉 一样 什么样的位置 你看清楚 一样的位置 一样的位置 我再讲一次 是一样的位置 一样一样的位置 我再讲一次 你只要拨电话进来 我让你买在这种位置 还有像这样 同学 你们都不要 我都觉得好奇怪 每次我请你来 你都不要 我冒你也不要 我冒你也不要 GIS我抢吧 同学 你不要两天的事情 都忘得一干二净 我是什么 礼拜四 礼拜四 有跟你讲吧 那我明天要让你买的股票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股票 老师 好漂亮 真的买在起账点 那有没有类似在起账点这种股票 有没有类似在起账点 这不是起账点 不知道是什么点 同学 我买在起账点 那你只要买在起账点 随便都是40% 50% 那你今天只要做好一件事情 因为我说过了12月份 你要来 同学 因为什么 因为我有新的东西 我有新的东西 我眼睛都发亮了 你们眼睛还没有发亮吗 你们有看过这种字卡吗 你有看过这种字卡吗 你有看过这个字卡叫最新最强最猛最标 最新最强最猛最标 罗利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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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吧 罗利芬 那没有赚到罗利芬没有关系嘛 就来买罗利芬的爸爸 他是标股 我前面讲的这些 大型的 我都讲到对对对了 同学 文贸 我刚讲的这些不是大型股吗 国具 国具是我喊一喊就会涨停版的吗 起立新我喊一喊就会涨停吗 大义我喊一喊就会涨停吗 信仓店我喊一喊就会涨停吗 达翻我喊一喊就会创新高吗 左灯我喊一喊就会创新高吗 不是嘛 是我的本事嘛 那我说这档股票 这小型股 各位的最爱 你要来 你要来 10月份 12月份 12月份 你要来 你今天电话拨通 我会让你改观 因为曾经你对股票是非常热爱 到后面是非常的痛苦 但是你今天要觉醒了 为什么要觉醒 你要拨电话 如果这样子你都还没有兴趣 那你就不要再做股票了 你就不要再做股票了 如果连这样的 连跟你讲你有机会来 那你就要来 因为它是一个机会 来 今天拨电话的 我会让你有很不一样的感觉 开始拨电话 这种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请你做一件事情 来 定格在这个画面 来我们定格30秒 你要拍 你要扫描 你要加 你赶快加 你今天有加跟没有加差很多 我先跟你讲清楚 你有加入 跟没有加 因为我说我想要帮你的忙 我想要帮你忙 那你就要来 我开一播节目 我一开始是先送你左灯 我们都定格在这个画面 我开一播 我是先送你左灯 有没有 那后来 我说被遗忘的电动自行车 你有没有来 你还是没有来 你整天都没有来 那人家有来跟没有来 差很多 第一个 你有问题 我帮你解决 你的股票 我会帮你处理 那你都没有加 你也不来找我 那我就没有你办法了 你整天都在挨声探气 在挨之前 你买的那股票怎么不会动 我说过了 你不要问这种很奇怪的问题 有多么奇怪 不会涨的股票 你竟然会问说 为什么我的股票不会涨 他就不会涨 那不会涨 你要问说他为什么不会涨 那更奇怪更好笑 是明明会涨的 明明会涨的 明明会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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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有种很奇怪的事情 老师为什么会涨 老师这为什么会涨 老师这个为什么会涨 老师那你推荐的股票 老师你推荐的 今天全雷达全部通通涨停 老师为什么会涨 老师信仓店为什么会涨 老师大义为什么会涨 老师奇力心为什么会涨 老师包括你之前讲的答方 也创新高 怎么通通都创新高 你怎么讲的股票 你包括连上礼拜送的GIS 也是创新高 为什么你这些股票都会涨 但是你这些股票 我看起来就是不会涨 我觉得我的股票会涨 你的股票我觉得不会涨 可是好像到头来都反了 反了 反了 反了啦 为什么我看的股票看好都不会涨 你知不知道答案 因为是你看的 是你看的 你自己也会涨 你不够客观 你认为会涨没有用 那你今天来做这件事情 你来找我 我帮你一个忙 我帮你找回那种有赚钱的那种企图心 你们现在做到后来都没有企图心了 台语都在说软糕糕 做到后来就软趴趴的 都不想要赚钱了 你们都求就是少赔一点 少赔一点就好了 老师我现在不求赚钱 我只要少赔一点就好了 那请问你当初来你的企图心跑去哪里了 那不能怪你嘛 你的老师不会做 那你就换个老师嘛 你的老师没有办法就换个老师嘛 你老师碰风欧白说的 他不是百分之百11操作 那你就换个老师嘛 换个老师有那么困难吗 没有那么困难啊 来你今天来找我 我说过你错过很多 那这种错过那也没关系嘛 那重来就好了 重来是谁规定 谁规定你不能重来 同学是谁规定你不能重来 是谁规定你不能买起帐的股票 你可以嘛 你可以重新来嘛 没有人规定你啊 你今天只要做一件事情 你今天拨电话进来 我帮你一次忙 我帮你买一档股票 好不好 明天开盘就让你买 明天开盘就让你买这种股票 什么股票 类似这种起帐的股票 买进去 买进去 我会让你开心 我会让你开心 而且 而且是被遗忘的 被遗忘被大家 而且是在超级超级的低档 你今天只要拨电话 或在我们好朋友群组留下你的资料 明天开盘 准时带各位进场 我要让你有这种感觉 你相信我讲的 我明天就是让你有这种感觉 就是买在底部起帐的股票 底部起帐 底部起帐 而且什么 只要花一通电话费 只要花一通电话费 如果连一通电话费 你都还要想老半天 那你怎么赚钱 对不对 你想老半天你赚不到钱 那你问我说12月份还没有标股 老师你11月份 老师你的日词好标 你也叫我40块不要追 我真的跟你拍拍手 你真的叫我不要追 叫我不要追真的跌下来 那有没有类似像日词这样的标股 来 都写出来了吗 日词我都看得到 这个我看不到吗 你们看不到吗 看不到这个吗 最新最强最猛最不要 就这一档股票 我都跟你说过了 他跟日本的康达志 跟什么 跟中国的顺与光血 跟韩国的三星 跟台湾的什么 跟台湾的 红海郁金光 而且我认为 他跟当时候郁金光 四五十四五十块 为什么没有人要 因为没有人知道 四五十块的郁金光 涨到将近六百块钱 市场哗然 市场知道的时候来不及了 但是你要知道 标股他有一个特性 他有一个特性 第一个股本小 第二个他的获利是你不知道的 第三个就是没有人在讨论他 没有人在讨论他 那你要先进来啊 那你要怎么先进来 那么很简单嘛 就打电话进来 打电话进来 打电话进来 打电话进来就可以一起来参与了啊 或者加一加 你就可以一起来参与了啊 赚钱没有那么困难 赚钱不是自己每天有没有 自己想东想西 你想了一大堆没有用嘛 那既然我要帮你忙 那你要你要拨电话 同学我先说过了 你上个月有来 你有来 那达方一定是你的 太多股票都是你的 你只要拨电话进来 那我请问你 你不是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吗 都解决你的问题 那你下一堂股票 你就全力去火拼他 全力去重压他 来看清楚哦 你今天拨电话 我真的我真的想要帮你这个忙 那你有没有拨 你有没有拨差很多啊 差非常多 把电话拨通 我把你的股票 换成会涨会飙 会喷的股票 打电话进来 把电话拨通 今天把电话拨通 就对了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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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五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